LV在上海开书店了 都卖什么书 价格怎么样 这个视频带你一探究竟 大家好 之前有发生Prada在上海开菜市场 引起过一段时间的轰动 听说在上海市中心 LV也开了一家书店 今天刚好下班路过这边 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这书是不是也很LV 我现在在奉险路这边 前面这个绿色的门头 就是LV 看到已经有不少人在那边排队了 你去看一下 这是刚下班 这个LV的标志 其实来到现场才发现 这是一家咖啡店与LV联名的活动书店 书店或者说咖啡店整体的色调 呈现薄荷绿 整个色调在夏季显得尤为明显 后来了解到原来不仅仅是只有这家书店 另外在上海的永家路和武康路 还分别开设了两家以红色和黄色为主题的LV咖啡书店 熟悉上海的朋友都知道 上海可以称之为一个咖啡之城 据网络消息 上海人均咖啡消费量每年超20杯 但全国人均不足4杯 而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之都 每年的奢侈品消费也是位居全国前列 这次将咖啡书和奢侈品牌LV一起组合 在摩都也算是十分应景 你好这个书是怎么卖的呀 书吗 对 我们书的话就是买两本书可以送一个帆布袋 像这样一本书要多少钱 我们书的话最低价格是290元 290一本 对对 最低的是吧 最低的对 那这边的书其实主要还是介绍 LV版本的旅游指南 并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书店 那店家也说了 买两本书以上送一个LV的袋子 那这一本书的价格对于我来说 也是比较拉手的 真的会有人为了一个帆布袋 买两本价格不菲的书吗 其实现场看到还是有不少人买的 因为LV的受众就是针对这部分群体 在上海应该有不少人会为了品牌价值买单 由此我也联想到 在疫情期间 全球奢侈品市场重挫数据下滑 但在中国市场却获得了高速增长 不得不让人感叹 有钱人还是不少的 不过讲真的 在上海的很多人的消费水平也在提升 买个相对平价奢侈品包包或者是饰品 其实已经有点大众化了 这也是近些年 我们看到Purada愿意联名在上海开菜市场 LV联名开书店卖咖啡 这也算得上是下沉或者走向大众市场的尝试 而背后都有着搅动品牌形象与传播的内在逻辑与考量在里面 那么最后问题来了 是你会为了一个LV手提袋 来买两本价格不菲的书吗